武神主宰,第5604章,也是你的人,他怎会死?此时十殿炎帝心中的金木,前所未有。远古时代,他和炎魔大帝,孟婆三人,连妹闯荡明界。彼此之间的关系,轻如兄弟。可现在,炎魔死了。死在了五月明帝的麾下手中。 十殿炎帝豁然抬头,看向五月明帝的背影,瞳孔中流露出金木和冰冷的眼神。如果炎魔真的死在了五月明帝麾下之人的手中,那么我离开森罗炎狱,极有可能是这五月明帝安排的。这么说来,永结涅海和这黄泉山的消息,这五月明帝早有预料。此刻十殿炎帝浑身震震发寒,瞬间如坠冰叫一般。这代表了什么? 代表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全都被五月明帝牵着走,被他完全掌控在了手中。 失去了十殿炎帝的攻击,黄泉山受到的攻击立刻削弱了很多,原本崩溃的大阵也迅速稳定了下来。 五月明帝脸色一沉,当即转头对着十殿炎帝皱眉呵斥道。 十殿炎帝?这黄泉山眼看就要被攻破了。 你为何突然停手了?只是他一转头,就看到了十殿炎帝金木冰冷的目光,心中顿时一惊。 怎么回事啊?你这家伙,好还意思问我,为何停手? 十殿炎帝怒喝一声,在五月明帝难以置信的目光中,猛然催动十明王殿,便是对着他狠狠,砸落下来。 哼!恐怖的名气如同汪洋,一瞬间笼罩住五月明帝。 十殿,你这是做什么? 五月明帝咆哮一声,他神色惊怒,不敢大意,双手急忙何时。 下一刻,一道道恐怖的山岳气息从他身体中猛地席卷而出, 重重巍峨山岳如同太古凶兽从古老明界虚空中崩腾而出, 对着头顶的十明王殿轰然一撞。 轰隆! 今天的轰鸣声响彻,十明王殿剧烈阵战,无数名气粉碎, 隆隆轰鸣声中漆黑的十明王殿被瞬间震得倒飞出去。 五月明帝也是在这一击下,身形暴退,只觉得双手发麻, 体内气血涌动,惊怒看着十殿炎帝。 你疯了吗? 五月明帝怒骂开口,这十殿炎帝发什么神经? 而这里的一幕,也瞬间惊呆了在场的其他所有人。 这……什么情况? 怎么打着打着,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自己干起来了? 五月明帝,疯了的家伙是你吧? 本作怎么也想不到,你竟然敢和深渊一族合作? 暗中陷害我明帝大帝,你好大的胆子。 十殿炎帝浑身杀气腾腾,一道道恐怖的明器在他周身萦绕,宛若化作了汪洋一般。 五月明帝和深渊合作。 而十殿炎帝的话,让在场其他大帝和强者们都心中一惊,引来阵阵骚动。 深渊,乃是宇宙海的公敌。 虽然明界和宇宙海之间曾发生过战争,但那也只是内部矛盾而已。 可深渊一族,乃是意图覆灭整个宇宙海的势力,和深渊合作。 那就是,和整个明界所有强者为敌,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 谁和深渊合作,谁就是整个明界的公敌。 对面,五月明帝瞳孔骤然一缩,然后怒喝道。 十殿,你在乱说什么? 谁和深渊一族合作? 十殿炎帝在开口的一瞬间,就已死死盯着五月明帝。 此刻看到五月明帝瞳孔中那一丝掠过的惊慌和愤怒。 那反常的表情,让十殿炎帝心中猛的一凸。 果然如此。 十殿炎帝心中木火燃烧。 其实在得到孟婆消息的时候,她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。 希望孟婆的讯息只是一个误会。 可现在看到五月明帝眼神中的惊慌之后,她瞬间惊醒过来,孟婆说的消息。 怕是真的。 否则五月明帝绝不会露出这等神情来。 五月明帝? 想不到你,竟然是这样的鬼。 十殿炎帝神情惊怒,心神颤抖。 如果你真与深渊有合作,那先前永结涅海,不对。 你是故意引我出森罗岩狱,前往永结涅海的。 这么多来,永结涅海发生的事情,也是你故意让我看到的。 十殿炎帝继续惊恐道。 这么说来,那幽冥大帝的事,也是假的。 不,幽冥大帝气息,是我亲自感受到,不可能有假。 如此说来,幽冥大帝也和你合作了。 那么这黄泉善。 想到这里,十殿炎帝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惊恐,猛地看向炎破大帝。 难道这炎破也是你的人? 他这话一落,其他人还没什么反应, 一只悬浮大阵中,死死抵挡攻击的炎破大帝,脸色却猛地变了。 只见他瞳孔中露出一丝惊恐之色来,急忙看向了五月明帝。 只是在做出这个举动后,炎破似乎反应到了不对劲,急忙又收回目光, 脸上的神情也是猛地收敛。 然而这些神色,却是被十殿炎帝完全收到了眼底。 果然! 十殿炎帝神色金木。 想不到这炎破也是五月明帝的人,回想自己的先前的所作所为, 十殿炎帝心头发寒,自己竟是一直被牵着鼻子走。 自己之前还得意在五月明帝的道场,留下了暗手监视。 说不定连被自己收服那人的举动,也都一切在五月明帝的掌控中。 想到这里,十殿炎帝再也没有任何犹豫,轰的一声,他身上猛地燃烧起了一股恐怖的名气,整个人迅速催动十名王殿,一瞬间暴退出上百万里距离。 如果炎破大帝和五月明帝真的勾结在了一起,那么这黄泉山籍有可能是一个阴谋,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。 走! 心念涌动,十殿炎帝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流光,转头就朝远处天际暴略而去,再也不管这黄泉山了。 看到十殿炎帝就这么走了,五月明帝神色一变,他心中吃惊,急忙道,十殿?你在胡说什么?你快停下,有话好说,你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怎么莫名其妙,自己就暴露了,到底发生了什么? 以他对十殿炎帝的了解,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,十殿炎帝是绝对不会做出先前的反应的。 想到这里,五月明帝再也安耐不住,他悄然看了眼身后的炎破大帝,再也顾不得其他,急忙朝着十殿炎帝离去的所在,疯狂追了上去。 不行,他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。 轰!轰!两道流光迅速离开黄泉山,消失在天际不见。 黄泉山中所有鬼秀之前都快绝望了,此刻全都发猛,远处那些大地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,气势汹汹地杀来,急匆匆地又离开。 他们一个个一头雾水,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?走,去看看。 当即,那些大地气息纷纷离开,追向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,顷刻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 黄泉山中诸多鬼秀见状,忍不住巨士松了一口气。 此时,黄泉山鬼秀中,一名身上散发巅峰准地气息的强者,瞬间冲天而起,来到炎破身前,疑惑道, 炎破大人,那十殿炎帝先前为何说你是五月明帝的人? 炎破目光阴沉道,这我怎么知道? 或许,是这十殿炎帝想要故意离间我等,好找机会攻入黄泉山? 众人脸上都是带着将信将疑。 难道你们不信本爹? 炎破脸色难看,怒声道,你们用脚去想,都知道本帝不可能会是那五月明帝的人。 当年传闻亦附意外陨落宇宙海,说不定其背后就是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搞的鬼,本帝又怎会被他们收买? 我炎破会是那等无情无义之人? 众鬼修即盲道,自然不会。 这时,又有一名鬼修道,炎破大帝,先前那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说,幽冥大帝大人还活着。 你说,大人真的还活着吗? 此言一出,其他鬼修俱是神色激动起来。 炎破冷哼一声道,哼,你们想什么呢? 当年义父陨落,那是几乎确定的是,若他还活着,这么多年过去,为何没回黄泉山? 不过,倒也不能完全如此武定,毕竟,只要义父有一丝活着的可能,我等都要将他迎接回来。 说到这,炎破身上瞬间愤出一道模糊的虚影,一瞬间离开了黄泉山大阵。 不少鬼修脸色微变,炎破大帝你这事? 这一道虚影,显然是炎破的一道投影分身。 炎破解释道,事官义父,哪怕只有一丝可能都不能放过, 本帝先愤出一道投影,去打探一下虚实,诸位赶紧疗伤,休养生息才是正理。 是! 一群鬼修,当即纷纷回去疗伤起来。 炎破大的看着远处虚空,脸色阴沉,身形一晃,也骤然消失不见,回到了黄泉山内部。 此时,距离此地百万里外的一处隐秘虚空,一道漆黑的身影,骤然出现在了这里,鬼鬼祟祟,正是炎破大的先前释放出的投影分身。 只见他小心来到这片隐秘虚空的深处,在那隐秘虚空尽头,一个巍峨的身影驻立在这里,不知等在这里多久了。 大人,见到这道身影,炎破大地急忙攻身行礼。 你来的时候,没被人盯上吗? 这身影转过来,露出了一张冰冷无比的脸,正是五月明定。 没有,炎破大地急忙到。